老虎蜜蜂 哈囉,大家好,我是Air 今天我來到了的是老虎蜜蜂永康直營店 他現在有個春節的活動 只要夾滿一車就可以參加掛掛熱 所以今天就來挑戰夾衣車試試看 那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台南打老虎蜜蜂 之前聽很多朋友說老虎蜜蜂很好玩 所以來試試看 而且他是零食廠的始祖 那就開夾吧 哇,裡面蠻寬敞的 台子與台子之間的距離也不會太擁擠 打起來是蠻舒服的 那我是大概早上10點來的 人還沒有很多 那就先換錢吧 那這邊是使用老虎蜜蜂專屬的代幣 就先來打個爆米花吧 感覺擺得很滿 先看後面喇不喇得到 那同時也先確認機台的秒數 因為像這種看起來可以喇的 通常不是秒數很短就是移動速度很慢 先把後面的喇到前面 就可以慢慢做進攻了 這台直上直下的話 基本上就是往內丟啦 所以可能還是要靠補位或是甩爪 那試試看右門 那一樣是內丟 哇,甩爪更丟耶 不過這應該OK啦 可以從後面推 哎呀,太急了 不過應該可以下壓 OK 那再來這台呢 我老婆以為是尿布 其實這是韓國Ryan的海苔 哇,超大包的 感覺可以瞬間塞滿半車啊 那因為很大 擋板也很高 站直的話呢 是過不了擋板的 所以呢 要想辦法先弄倒 這台延遲收爪很嚴重 哎唷,有機會耶 潰擋了 上二樓了耶 應該超有機會的吧 要從後面甩打嗎? 但這個高度感覺會喇臭耶 先看能不能抓後面的出來擋 哇,看來是沒辦法 想逆推也無法 只能從前面對決了 倒捏一個出貨 哇 直接半車耶 再來這個截面乳 看起來可以崩喔 應該設法路爪 抽下面就蠻有機會的 哇 結果夾到上面那一條 不過應該快崩了 哇 哎呀,可惜呀 45度應該快囉 應該還可以再崩 哇 兩位大姐看完山崩表演 還送了一個大袋子給我們 人超好的 總共是夾了11條 這是老虎蜜蜂的吉祥物 小隻的可以夾3換大隻的 不過家裡娃娃超多 所以夾個小隻的做紀念就好了 十元一隻 十元一隻 那Haloky這個看後面的提把 不知道能不能勾出 一樣是延遲收爪 而且還有開爪距 哇,不太容易喔 圓桶型直接抓會不太浮 但也可能甩過去就可以直接帶出來了 哇 尷尬了 甩不進去 還要 bor 終於 後來想再夾第二筒 但45度假如躺著的都不太會浮 所以只好放棄了 硬果凍銀 甲5送Snooby的純籤筒 那我個人比較傾向夾送 因為夾換的話就要看好不好夾 跟個人覺得商品價值對不對等 那這種硬我覺得各夾都不太好崩 可能是東西比較重 想抽下面的 上面的可能會被後面的壓著 然後就掉不下來 再撐散翻台 再撐散翻台 來便宜 因為廣位 有一個人可以分担多 偶然的 好的,五包收工 那這邊永康店現在還有一個活動 是與點爭先聯名 夾壽司吊飾換一盤壽司 但這種小爪子配滿滿的壽司可能會不好入爪 不過他是爪力全開的 感覺應該蠻可以的 那他點爭先就在隔壁 夾完可以直接去吃 超強聯手,懂聯名喔 那雖然爪力全開但是有縮洞口 所以夾到不一定會出貨 那結果我是走漏洞出貨啦 太深啦 從前面這邊出貨 那換我老婆接手 就像我說的擺得很滿 不好入爪就會抓空 哇,終於有正常出貨了 我跟老婆覺得老虎蜜蜂不錯的地方 就是他是在做自己的品牌 所以會有一些自己品牌的商品 像是香片啦,樂夫眼罩之類的 所以決定要夾一些他們的客製商品 最重要的地方 哇! 拳倒耶 唉唷! 運氣好 前面再C一個 這個是看很多Youtuber都來這邊夾這個柴犬 很可愛 C1 差一點 欸唷! 差一點 但他夾3可以換大隻的 不過覺得小隻的剛好可以過年送一些親戚朋友的小孩 哎呀沒腸胃 先去繞一圈看等一下會不會補滿 果然 集團店的速度還是比較有效率一點 好 不過補完之後手感好像跑掉了 都捏不太好 好 喔 終於有了 三隻收工 不換大的 他這邊呢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有一個很大的貓屎 那旁邊呢擺了一台貓咪的娃娃 哇! 懂鑽欸 不過擺得很密 不太有入爪 然後換了一千塊打到後來就不知道打什麼都亂玩完掉了 接著呢就去櫃台參加活動 那夾了一車 那夾了一車 刮刮樂呢只有刮到五名代幣 於是呢就找了可愛的娃娃想要交給女兒 於是呢就找了可愛的娃娃想要交給女兒 那這五枚加了兩隻 但是收藏屁上身 所以就去換錢了 想湊齊四種不同的款式 哇 這五枚又是一個可怕的開端啊 那後來又多換了兩百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次总花费是1200 加上刮到的5枚夹了33样 期待到后来应该是可以塞满两车的 不过怕电源太难分辨就算了 那这边是今天的战利品 喜欢我的影片再慢慢帮我 订阅、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